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超 港版国安法的草案在顶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压力 共产党给它出笼了 它只是一个草案的框架 我们就做了一个系列的节目 因为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在时间上它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这期节目的下半部分 新发地 七天之后那是人大会议结束 决定投票通过要树立国安法 5月28 新发地最早的案子 出现疫情最早的case 5月28 中共中央什么疾病控制中心 他们自己拿出的资料 你查吧 这是我们在节目中就讲清楚了 所以开始是天 结束是打人了 一直到我们做节目 北京疫情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 昨天那个什么中国疾病控制中心说 北京疫情已经控制住了 他说完之后连续每天二十多个 今天是超过200个 205是208 大概是这么个数 所以他反过来又说 北京疫情非常严重 他为什么持衡 就等着你出疏 就等着你习近平做决定 就是武汉 北京肺炎的发展的状况 有可能就跟着你国安法行走的过程 是同步的 你来一步 我来一步 你来一步 我来一步 当你国安法刚要通过 或者通过的时候 可能这边就有故事了 这东西不是我说了算 我可没那资格 我只是跟大家说 我看到的 他们就像一个人的两条腿一样 左腿出去了 右腿只能跟上 右腿一定在后头 对不对 那右腿出去了 左腿一定在后头 它是一体的 我说的意思是一体的 6月20号 6月20号 北京时间已经到了晚上 大概8点 7点到8点 他突然宣布了这个港版国安法草案 他是在大会结束之后 他人大常委开了两天会 开了三天 6月18到6月20号 在开会前的一个星期 已经通知说 人大常委要开 这个人大常委要开会 但是里头没有讨论 有关港版国安法的问题 那有些人就讨论了 是不是会放弃了 说什么都有 然后这中间呢 杨洁篪 就是他没拿出来的时候 杨洁篪去找这个 蓬佩奥开会 自己的事情 自己闯的祸 自己招来的麻烦 要向蓬佩奥提出条件 7个小时 他们都跟7过不去 7个小时 7个小时开完之后 最终的结果 应该是美国完全拒绝了一切 美国完全拒绝了一切 在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之下 这个杨洁篪还没离开夏威夷呢 结果人大开会的时候 上午没提 下午突然就把国安法提到日程上来 他崩了 对不对 美国不接受 那大家就干咯 你也可以说欺骗 你说 我觉得说什么都成 他为杨洁篪去谈判 下了老大的功夫 就是中印之间的边界冲突 那个东西是假的 他是为了能够 这个杨洁篪跟这个蓬佩奥要条件 杨洁篪自己之身跑到那去 为了能要这条件 连人大开会的一个星期之前的通知 在新华社上都没有港版国安法 来表示他的态度 其实是欺骗的手段 对不对 诚恳是欺骗的手段 这是我们顺着时间走到今天 我做节目6月20号 北京时间已经到了晚上9点到10点 所以大家看我节目的时候 就21号了 好 港版国安法草案 苹果日报登最快了 国安法一出来 基本现在我们看 你比如说吧 国安法只要在香港一落地 搞不好当天晚上 像什么这个黄之锋 苹果日报 黄之锋估计当天晚上就可以抓的 黎智英 他们都会被抓的 那苹果日报就会查封掉他 因为他们是反党 反社会主义 妄图肩负国家政权 勾结外国势力 那就行了 他存在的那一分钟 就是勾结外国势力 对不对 那黄之锋 抓他 查他的email 只要跟美国的这个官员 只要跟美国的议员 有这种email往来 就是里头外国 我都会列罪 你放心吧 马上抓 香港出现大清洗 所以没有什么 一国两制没了 那他自己最骄傲的 习近平的最骄傲的 就是他把死了的邓小平 给踹了三脚 什么一国两制 我踹死你 好 他比较横 他把死了的邓小平 踹了三脚 他把死了的毛泽东 坐在屁股底下了 因为今天 他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业 他已经高过了 这个毛泽东思想了 开玩笑 对吧 他把他们改了改了 都放到自己屁股下 跟大家介绍草案的核心 国安会驻港拉人送中 特首钦点法官来判案子 特首点法官判案子 那法官就给特首打工了 那就没什么司法独立了 对不对 这就是这么回事 特首安排法官就向习近平要求 最高法院院长一定要听党的话 最高法院要向习近平效忠 概念 基本就是故事是一样的 故事一样 他大概在香港设立叫国安公署 国安公署 国安法草案一共有六章 66条 4800字 六章 66条 说有啥意思 算数字 三条六 三条六 不开玩笑 当初整这个弄这个 这个韩国鱼 韩国鱼身上三个六 在罢免韩国鱼的时候出现三个六 这里头又出现三个六 罢免韩国鱼 6月6号星期六 三个六 那这都是 我说的意思都是跟共产党相关咯 这儿出了一个六章 66条 这个东西在西方的社会中 在圣经启示录中 就是讲的最后那个大淫妇 最邪恶的 我不知道会出多少遍 但这人家术是这么出来的 他拿出了一些设置跟大致的框架 没有细节 驻港国家安全公署 这就相当于驻港部队 驻港部队司令 对不对 那是应该可以的 那是保护国家的 驻港国家安全公署 隶属于驻国家安全委员会 对不对 那这公署的署长呢 估计得是正部级副部级的 直接抓人到中南海 跟习近平交代 人家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就这么回事 如果需要设立叫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简称国安委 你看 直接听命习近平 直接听命习近平 下面他就讲述了很清楚了 研判香港的国家安全政策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治制度 执行机构 重点的工作 重点的行动 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 国安委是行政长官做主席 那是什么 这是一个警察的国家 对不对 他是一个法 就是行政长官是法律的制定者 对吧 所以 设立国安委 那今天的林郑月娥 就是小习近平 开玩笑 人家大习近平是7月7 叫什么 7年7月7日 给了小习近平 是三条7上来的 这事我跟你说 天下没有这么绝的事 对法官的处理 法官是由行政长官指定的 打破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 来指判法官审理案的传统 法官都是独立的 这叫司法独立 今天行政长官指派法官 习近平指派哪个法官 是审理他自己生活中不检点的事情 就这意思 绝大多数的案子交由特区办处理 这是骗子 这都不用 这就是骗 这个东西就瞎掰了 香港一条龙执法 检控跟审案 但设有保险线 这是骗子 为什么 由他习近平所需 所有的一切 是为了保护共产党 他的邪恶就在于此 对不对 凡是威胁到共产党生命的 威胁到 威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个人财产 他们家一别之 谁用一别之 要杀掉习近平 这是大案子 对不对 杀得了杀不了 是另外一回事 关键性质恶劣 就这意思 所以你敢烧习近平的头像吗 你敢给他骂说习近平是狗屎吗 这都是性质问题 这都会交给中央来办理 所以一条龙执法 这就基本就瞎掰了 反过来 他设立的公安国安进入香港之后 那香港警察 在香港 在他的司法体系中 二等公民 黑人命贵 这是现在说的 人香港警察得打出牌子 港警命贵 因为你已经被歧视了 这个是眼定眼的二等公民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